今天我有一個 就是笨笨的問題 請問黃種人是黃膽 那白種人也有黃膽嗎 非洲人也有黃膽嗎 黑人很難去拍 黑人很難看吧 很難去拍 看不出來 很難很難 可是他們也會有黃膽 也會有 因為它主要是 紅血球被破壞之後 我們大人肝臟可以好好做代謝 小孩子的話 沒辦法做好好的代謝 所以他看起來會黃 大人其實比較不容易 像說我們到15 16 17 所以黃種人會 白人 黑人都會 只要是人就會 對 只是很難觀察 所以白種人應該比較好觀察 因為它會黃黃的 黃種人就是要 剛剛我們幾個判別的標準 要注意了 經驗要很重要 就是爸媽媽要特別的 留意這些小的細節 再來我們看到尿布枕 看來尿布枕的殺傷力 比黃膽小很多 幾乎沒有不得要布枕的吧 應該每個寶寶都有 對啊 每個寶寶幾乎都有過吧 是 那就是因為包尿布 不透風 沒有經常換 來 理事長 貨理長 大概是什麼樣狀況會造成 這個還滿嚴重的 對 尿布枕 通常就是尿液跟糞便的刺激 因為寶寶皮膚是很嬌嫩的 如果說有時候超過三個小時 如果寶寶排便 尿 尿比較多 沒有馬上換掉的話 就有可能會造成這樣 很像猴子屁股一樣這樣 很紅 多久會造成這個狀況 幾天 還是馬上 其實因為現在吃母奶寶寶 很容易 它只要就是有一點便便 滲出來就可能就會再 就會馬上 因為它皮膚很嫩 對 好 這個尿布枕 之後要怎麼處理 來 徐醫師 尿布枕 我們這邊有幾張圖片 我們可以看一下 其實它看起來會很嚴重 就是我們大人 有的有會濕疹變化 其實小朋友的屁股 也是一樣濕疹變化 濕疹變化的時候 我們就會出現這樣 就是紅紅的疹子 有一點浮起來 甚至有的會有一些感染 甚至會有膿包 怎麼那麼白 這一張馬賽克 馬賽克 很重要 不能把馬賽克先 有時候我們在屁股旁邊 會先就有一點紅紅的開始 但是常常都只是 阿摩尼亞的刺激 糞便的刺激 其實這樣子 其實還好 保持乾燥 涼爽清潔 一洗大概都OK 但是有的家長如果沒有注意到 那有時候你悶住了之後呢 它開始就會出現一些 其他的狀況 所以它有時候會變成 那如果變成細菌性 或沒菌性的時候 你用擦錯藥膏的話 它會更嚴重 所以尿布枕 很多家長他們會遇到一個狀況 我聽隔壁的鄰居說 我用這個藥膏很有效 我拿來擦 怎麼越擦越嚴重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擦錯藥膏 這種藥要用什麼藥膏是嗎 所以有三種 有三種 好 有三種 那有三種藥膏 如果它今天來講的話 只有剛才能講的 如果是一般的 就是紅紅的那種的話 其實有時候 凡是你油膏塗一下 或勤喚洗 保持乾燥 涼刷清潔 它自己會好 大部分就會好起來了 但是如果說它真的是 有時候是尿布的問題 那悶住了之後 或者你一次兩次忘了換 它很快它就變 它可能就變成細菌性的 細菌性的話 它有時候會出現農包 或農家 這種時候你可能就要有一些 抗生素的藥膏 但是你抗生素藥膏 你不能亂擦 你擦久了之後呢 它抵抗力下降之後 就變成黴菌的感染 那黴菌的感染的時候 你越用剛才講的 雷固醇藥膏 抗生素藥膏 越來越嚴重 這時候就要選使用這個 真的對黴菌有效的 那不過確實是 不容易去做診斷 很多小科醫師 甚至皮膚科醫師 他們都不見得能夠 很清楚的分辨出來 所以有時候要有一點耐心 但是最重要一點就是 不要聽隔壁鄰居的 或者是阿嬤說 用這個藥膏就很好用 那原則上來講的話 就是給專家看 看過之後選擇適當的藥 其實效果都還不錯 是 OK 好 那吳醫師 對 養小孩會碰到這個 初初還是以醫生來講 或者是以媽媽來講這樣子 那你會發現說 我們中醫就講到內外這個部分 所以有些小孩本身就很會出汗 或者是皮膚的這個狀況 比較差一點的這個 你會發現他反正 不管用哪一排的那個就是尿布 他都會給你一個尿布 那中醫當然講就是 還沒有發生就要預防它 所以在中醫來講 它是一種濕熱的環境 所以我們就有些會用到 很多媽媽會到中藥 或者是中醫這邊說 你有沒有中藥 那是肺子粉嗎 這樣啊 到底可不可以用嗎 其實中藥的肺子粉還反而比較好 對 因為那個之前有個調查 就是我們很多的媽媽爸爸 對於這種會真的去擦藥膏的 其實還算是已經有認知了 知道後來去找醫生 大部分的都是自己在家裡 用一般的肺子粉 然後很多還自己亂擦一些什麼油 什麼阿嬤膠的什麼 用麻油 有啊 用麻油擦的還挺多的 然後還有凡士林 凡士林也挺多的 凡士林有時候還有一點效這樣 所以那個亂用的偏方非常的多 所以不要去性偏方啦 還是去給醫生看看啦 醫生會趕快幫你解決 中藥的肺子粉是因為它去濕啦 這個部分 那它是在未發生之前可以用的嗎 對 那發生之後還可以用嗎 發生之後 如果說它是這種會流湯的啦 這種的 它是有治療性的 那當然會 因為小朋友吃中藥 有時候比較困難一點 那如果比較大一點 可能會給他吃一點中藥的藥粉 去泡那個水 或者是煎好的藥給他吃 那它這個地方 因為中藥也是有一些 清熱解毒的一些藥材 只不過說小朋友的劑量 可能就是大人的三分之一 或者是真的是五分之一而已 沒有那麼小 所以我們通常都可以 不要開始就是用外釉的 教小朋友 甚至就刮著屁股 你先不要去什麼 先不要穿 先不要穿 先不要用 讓它隨地大小便吧 不是啦 還大一大 那不是很小 它沒辦法亂跑啊 所以讓它鋪 鋪出 就是讓它不要這樣通風 通風啦 鋪路一下沒有關係啦 OK 總算讓它先好再說 其實尿不疹... 尿不疹... 顧民心就是尿不出的問題 尿不出的問題 所以如果說真的 怎麼治療都治療不好 因為真的會遇到 於是媽媽皮膚越好了 皮膚越白的 那小朋友皮膚又嫩的 一下就尿不疹 一下就不行了 在我們英國市裡面 越是VIP 小朋友越會紅皮膚 這個時候重點就是 第一個要換尿布 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怎樣 乾脆換成布的尿布 其實現在美國... 現在有布的尿布 有 就傳統的布 對 阿嬤那個年代的那個布尿布 對,所以你要是跟阿嬤講說 那不然我們就換成布的尿布 又可以環保耶 環保 因為它可以一直洗啊 所以其實在美國 其實他們現在比較建議的 其實你乾脆換成布的尿布 你想想看 比較透氣這樣 對,我們其實紙漿做出來的時候 我們看那個 我們的紙...紙尿布 看起來真的... 這麼白 白癡癡對不對 畢竟還是這種... 一定有螢光、化學物質 那紙漿才變這麼白嘛 你把紙漿這樣 一直貼在小朋友 又嫩的皮膚上面 你說會不會變 一定會有影響 就是沒有排泄物的時候 它厚掉了 它自己的皮會膚膝 對 其實勤換也是一個方法對不對 勤換是一個方法 所以我才說 不如的話其實用布的 那請問一下布的啊 不是我們就要把上面排泄物 把它弄掉嗎 不是 你說布的你要怎麼去清理一下 對啊,因為一般我們尿布有沒有 就是屁股擦一擦擦一擦 然後趕快都包在裡面 包包 丟了就痛 但是布的它在上面 要換掉啊 換新的啊 你要這樣 布的還要自己把它挖掉啊 等到你生下一胎的時候 我來教你 你真的沒有用過布的啊 你沒有用過 你沒有用過 你就準備一個垃圾桶 然後是就是不會透水什麼的 然後你先把那個排泄物 先把它放下去 然後把它反著包起來 然後放在那個 到時候還要去 泡水洗一洗 洗一洗 要洗好幾档 這是比較麻煩 而且我知道 因為那個我們要用那個 日光啊曬 所以我有一陣子 是這樣給它搞的 哇 專家了 專家了 你真的還用過布的尿布 就是因為要解決那個 比較繁瑣的過程 不是 因為我們只是做前面這一步段 後面這個 就是交給那個後面的 我婆婆她們去處理這樣子 不過現在因為家裡面 其實大家都有 急飢餓嘛 對 所以其實大部分就是家常就是 那個先 先刮掉 先把髒的部分先刮掉 大片先刮掉 弄乾淨 差不多之後呢 你就丟下去洗 你就給它洗就是了 就是這樣子而已 洗兩道 而且洗的時候還要注意一下 不要用那個清潔劑那種的 對 那會留在薄薄的尿布上 而且你要準備 就像我們的那個 真的那個尿布 那個 這樣 一疊一疊 對 一疊要很多 要一隻早晚 我專業 對 耳口罩會負發嗎 耳口罩很容易會負發 但是大部分來講的話 餵母奶的小孩子 其實比較不會 你如果吃奶粉的小孩子來講的話 確實常常就會不斷的在出現 不斷的在出現